大家好 我是座继市连战处处长董继星 那说明如下 当国军接获中共军事演习的情知 那为了防范工军的各项侵扰行动 即在部长的要求下 成立了应变中心 并即刻召集各重要的干部 实施视讯会议 主要的指导及行动要求如下 第一个国军仍维持常态的应处机制 但是强化各项的联合情坚征的手段 以及时掌握共军的形态 以及后续企图的预判 第二个三军的战备兵力 依照敌的动态立即实施应处 其中海域安全部分则协力海巡来共同维持 第三依照共军的演习的部署 以及军力的动态 各部队进入战术位置 并适时的调升战备兵力 以对应共军的各项行动 以上说明 谢谢 按照国际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及国际的实践 台湾海峡都是属于一个国际航行的海峡 那中共利用此次的军演 在海峡两岸划设了一个演习区域 影响区域和平 也影响了其他国家的航行自由 飞越自由 对于区域和平毫无贡献 第二点 中共利用这次的军演 企图以海警 海礁以及各种的演习 将台海周边台湾海峡 划设为其领土管辖范围 不但违反了国际法 也违反了国际实践 我们本部予以谴责 那今天中国海警局有四个编队 12艘海警船 在台湾周边24海里外海域航行 海巡署在第一时间成立应变中心 并调度线上巡防舰船艇 同时应应 那在调度部分 我们以一艘巡防舰搭配一艘巡防艇 踩二对一的方式 全程掌控中共海警船的动态 海巡署已经做好准备 有信心 也有能力捍卫国家海江集主权 呼吁国人放心 谢谢 谢谢